大长老孟天正提前唤醒孕育在兵器中的道果 凭此一只脚迈入仙道领域 可这也将彻底断送他的成仙之路 书接上回 王长生由于强横的实力 同样遭到了异域至尊的围杀 可他无所畏惧 甚至在被围杀的过程中 再次利用平乱爵反杀了一位至尊 这一幕也引起了异域地族的重视 他迈步走向王长生并说道 平乱爵当年就曾斩杀过我接的王 这样不祥的传承注定要被铲除 今日之后平乱爵再难平乱 而后帝族亲自率领诸位至尊 开始围杀王长生 显然帝官这边的情况非常危机 孟天正与王长生都被帝族针对 虽然这可以让其他帝官至尊减少压力 可若是孟天正与王长生一人战死 这场战斗便会落下帷幕 他们都会跟着走向覆灭 并且异域第三名至尊也现身来到了战场 他负责击杀帝官其他至尊 如果算上早先被孟天正镇压在大道棋盘上的那个生理 异域一共派出了四位至尊 可见他们有多么重视这一战 出动了太多高手 果然帝官这边的至尊并非人人都如同王长生和孟天正那般强横 在帝族至尊的攻势下 帝官众位至尊节节败退 甚至一位实力稍弱的女至尊 在帝族神通踏先九步的威压下 不断大口咳血 身上布满裂痕 多处部位暴碎 非常凄惨 紧接着异域帝族手中祭出一柄魔刀 扑斥一声斩下了女至尊的头颅 原神也被绞杀干净 他冷漠地注视着剩余的帝官至尊 并大喝倒 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 送他们全部上路 这时被困在结界中的孟天正发出一声长笑 他眼中不满了血丝 九天十地这边一位接一位的至尊陨落 即将要被人屠杀干净了 而这些全是昔日的老友 否则也不会跟他一同参战 他们的信念是相同的 可如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战死 自己却无力回天 他心中无比悲愤 孟天正低头望着手中的血色大功低于道 曾经的战血究竟何时才能复苏 他一手抚摸大功 带着不舍病一阵惋惜 最后伴随着一声怒吼 他竭尽所能 开始毁掉这张大功 地观众人纷纷露出震惊之色 孟天正为何要毁掉自己的至尊兵器 要知道这张功的来历实在太大了 在孟天正还未成名时就跟着他 射杀天下强敌 自从在以身为重的道路上出现意外后 此功也近乎半毁 而后就很少出现了 如今血色大功在线世间 不久前还接连击杀抑郁至尊 按理说这算是孟天正最爱的兵器 他怎么会忍心毁掉呢 片刻之后孟天正折断长弓 从中流出了一滴又一滴的血落在他的身上 所有人都愣住了 大功为何会滴血 这属实有些诡异 而远处的王长生则是低于道 原来你的道果和成就都在这张功内 当年深与弓皆毁 被你葬下 没想到如今却孕育出了大道生机 隐约间还能看到这张大功内有个年轻人 他有血有肉 只是随着大功被孟天正折断 他的成长也被打断了 浑身都在躺起 现院的老至尊颤生说道 当年都说他已经废掉了 注定要陨落 原来他斩掉了废体 将部分真灵随之一起封印到了宫内孕育 这道果若是日后能自然孕育而出 跟自身相合 成就无法估量 一些人都已经猜出了究竟 可他们的神色也无比复杂 因为孟天正做出了最痛苦的决定 没有等到神胎自然出世 而是主动折断长弓 强行让他提前苏醒 当那一滴滴真血落入孟天正体内后 他的气势磅礴 弥漫出恐怖的力量 地族至尊似乎意识到了大事不妙 怒吼道 一起围杀孟天正 然而已经晚了 孟天正释放出无以伦底的波动 直接震碎了封印结界 他随手轮动断弓向前轰去 一位抑郁至尊当场报岁 仅向骇人至己 此刻孟天正已经毁掉了自己未来的道路 但也像是打开了枷锁的战神 无人能挡 若隐若无之间 孟天正身上还有成仙之光发出 照耀整片域外战场 地族至尊眉头紧皱 惊讶地说道 竟然一只脚迈入了仙道领域 紧接着孟天正如斗转星一般 一拳轰杀到了地族至尊境前 扑斥一声地族至尊大口咳血 竟然直接被打得横飞了出去 孟天正再次挥动手中的断弓 砸向地族至尊 对方必无可避 直接被拦腰截断 地族至尊彻底慌了 堂堂地族何曾如此狼狈过 他一声长笑 焚烧精气神 施展最强祖术 同一时间 抑郁的其他至尊也动了起来 想要帮助地族至尊脱困 他们自然是不敢与孟天正正面硬汉 只能联手截出法阵将其束缚 才能帮助地族至尊赢得一些喘息的时间 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什么 只见孟天正暂时放弃了追杀那名地族 反而身影一下子从原地消失 顺移到了那几位凝聚法阵的至尊敬前 他全力以赴 一身法力浓缩为一击 瞬间一掌就拍碎了一人 旁边的一位抑郁至尊大喝到一声杀 他施展强大的祖术抗衡孟天正 可怎料孟天正直接探出一只大手进行压制 让他所施展的祖术倒流 并在其体内爆炸 化为了一片血舞 仅此片刻的功夫 孟天正就以碾压的实力斩杀了两位至尊 不过那位被拦腰截断的地族 也趁机恢复了伤势 他催促周围的至尊一同出手 先灭掉孟天正这个大敌 再去解决其他人 伴随着翁的一声巨响 大长老探出巨手再次镇压向了这位地族 地族至尊竭尽所能 施展各种竞技祖术 可依旧挡不住那只大手 最终也只能被孟天正一把将棋抓在了手里 地族至尊不甘心地怒吼着 他意识到自己即将要陨落了 此刻的孟天正修为高的下人 一只脚迈入了仙道领域 在至尊境绝对无敌 哪怕是强大至极的地族 也根本挡不住这种状态下的孟天正 下一刻 孟天正无比果断地拧断了地族至尊的脖子 并点出一纸贯穿奇眉心 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 一位地族竟然被人拧断了脖子 这种死亡方式 只能说明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悬殊 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